自从用范爷人设捧红了范冰冰 杨天真靠着惊人的营销手段 在娱乐圈名声大噪 但就是这样的金牌经纪人 为什么转行玩起了直播 倒在他19岁时 杨天真的脑回路就异于常人 在房市不太景气时 拿着留学的钱买了房 却又在所有人争当房奴的时候 卖掉房子做投资去自由 2008年杨天真成为范冰冰的军师 用一句我不用嫁入豪门 我就是豪门翻转舆论 让范冰冰在粉纹中脱身 还将大众印象中的环珠小配 包装成了豪拽的范爷 杨天真就像魔术师一样 有着画腐朽为传奇的能力 2014年杨天真又一次不按套路出牌 选择离开范冰冰自立门户 创办了一心愉乐 然而随着杨天真这两年的萍萍出圈 眼看旗下的艺人纷纷高开递走 杨天真从前优秀的危机公关能力 仿佛一夜丧失 加上2020年黑天鹅让公司业务停滞 收入直线下降 金牌经纪人高调转型做直播 试图曲线救活 那宣布要做大马女装的杨天真 真的能用直播救起一心愉乐吗